女孩碰了笑外星男子额头竟然导致外星男子怀孕 一口气生下八个瓦 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科幻喜剧片《银河街道》 故事发生在星际知名时代 在宇宙中有一条名叫《银河街道》的航线 小帅和妻子小美经营着航线上的一家汉堡店 最近夫妻来的感情遭遇了危机 小帅发现小美似乎有了外遇 脖子上多了一条陌生的项链 这让她十分郁闷 甚至在考虑申请调回地球 这天店里来了两位特别的客人 长耳朵和鲜花妹 小美一眼就认出了鲜花妹 因为她是丈夫小帅的初恋情人 不一会儿小帅就来到了大堂 鲜花妹发现初恋情人居然出现在小店 忍不住和她打招呼 很快两人就寒暄上了 鲜花妹把老公长耳朵介绍给小帅认识 小帅主动向长耳朵伸手示好 没想到外星人长耳朵的理性相当奇葩 直接拿舌头舔了小帅一脸的口水 就在三人坐下聊天的时候 小美也靠近过来 小帅将妻子介绍给鲜花妹 这场面似乎有点尬 小美向长耳朵友好的打招呼 再次遭遇长耳朵袭击 骗了一脸的口水 之后小美便去给两人准备吃的 小帅留下和鲜花妹唠嗑 聊起了很多旧日时光 一旁的长耳朵倒是很识趣 觉得自己像个电灯泡 于是便开动特殊能力 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透明人 然而这样半透不透的反而让小帅更尬了 另一边小美看着丈夫和旧情人聊天 心中也生起很多小九九 正在论身的时候 猥琐男却找了过来 小美叫到猥琐男瞬间慌了神 赶紧将他带到了里面房间 猥琐男一进房间就问小美 真的要和他分手吗 小美却一脸的无奈 怎么会有这么自作多情的人 都说了不可能了 原来这个猥琐男就是小美的外遇对象 只不过嘛 小美只是拿他当朋友 所以小帅应该是误会他了 猥琐男仍不死心 开始发动外星超能力 只见他脱去外衣 让自己身上的香味逐渐散发出来 小美差点被他的迷魂箱迷住 好在重要关头小美还是清醒了过来 猥琐男的奸计没能得逞 在小美一番苦口薄心的劝解之后 猥琐男总算接受了这个结果 不过他希望离开之前 可以和小美按照他们行手的方式告别 小美拗不过他 只好同意了这个请求 就这样两人头对头贴了几秒钟 但就是这几秒钟 却产生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我们后面再说 先说回小帅这边 他给鲜花妹和长耳朵端来食物 长耳朵刚吃两个就开始全身抽搐 原来这个外星人每月都要退一次皮 今天刚好到了退皮的时候 小帅见到这景象 更加坚定了他的看法 他询问鲜花妹为什么要自暴自弃 找了这么一个奇葩丈夫 鲜花妹却表示他很爱长耳朵 还说小帅的看法只是他直纳癌的妄想 之后便和完成退皮的长耳朵 一起开心的啃起了汉堡 哦忘了说了 当初小帅之所以会和鲜花妹分手 就是因为嫌弃他吃相难看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三观不合 之后汉堡店突然断了店 小帅去检查店闸 鲜花妹趁机来到了厨房和小美私聊 两人的话题很自然就绕到了小帅身上 鲜花妹开始暗中显摆他对小帅的了解 小美毫不退让 你得死个啥 那是我丈夫 小帅去配电视打开店闸 却发现韦索男晕倒在那里 他赶紧将韦索男搀扶到大堂 长耳朵围了上来 说韦索男应该是怀孕了 原来韦索男来自一个极其奇葩的星球 这个星球上的人都是雌雄同体 而且从受精到分娩只需要三十分钟 这时韦索男醒了过来 口里还管小美叫孩子他妈 原来之前的分辨仪式根本就是个骗局 韦索男一族只要跟对方头对头就会怀孕 在一票人的帮助下 韦索男开始生娃 不过别人产的是宰 他剩下的却是个巨蛋 而且一人生了八个 就在众人高兴的时候 有一个巨蛋却滑了出来 还被服务员弄到了太空中 众人一筹莫展 这时小帅却站了出来 他对着小美深情表白 表示小美的蛋就是他的蛋 说完就穿上宇航服去太空打捞巨蛋 一番努力之后 巨蛋总算被成功抓到 巨蛋的生长速度十分惊人 几个小时就长成了小孩 身体恢复后 韦索男便带着八个小孩离开了汉堡店 韦索男一走 小帅就开始质问小美 问他的韦索男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时小美才告诉小帅 韦索男其实是装修公司的员工 他希望能把汉堡店装修一下 和小帅继续在汉堡店奋动 小帅询问他脖子上的项链又是什么 下面告诉他 这其实是一种辅助跳舞的哨子 小帅这次明白 自己一直都错怪了妻子 就这样 小两口又在汉堡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汉堡店中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或暖心 或逗趣的故事上演着 星星只是为大家 绝取了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故事 感兴趣小伙伴 可以自己找来看一看哦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新鲜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